25号中央宣布长辈接种加送两剂快筛试剂 花莲县从寺院中开始针对65岁以上长者 接种第一二剂疫苗加送500元的礼券 加上中央补助500元的礼券 花莲的长辈接种总共可以拿到1000元 花莲县卫生局长朱家祥表示 55岁以上原住民长辈务必携带户口名簿 核对原住民的身份 否则是没有办法领取礼券的 花莲县针对65岁以上长辈接种第二剂疫苗 加码送500元礼券 加上中央补助500元礼券和接种送两剂快筛试剂 花莲长辈接种总共可拿1000元礼券和两剂快筛剂 花莲加码送500元礼券即将在5月底截止 花莲县县卫生局长朱家祥表示 55岁以上原住民长辈务必携带户口名簿和对原民身份 疫苗合约医疗院所预约资讯可参阅卫生局网站 鼓励咏接种 65岁以上的长者或是55岁以上的原住民 如果在6月7日起到6月30号 接种疫苗的话 可以得到500元的胃教评 不管是你第一剂第二剂第三剂 都可以得到500元的胃教评 同时会加证 会赠送两剂的快筛试剂 但是本县对于第一剂第二剂的长者 加码的500元会持续到5月31号 那在这里面要特别的跟我们的乡亲说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从你的外观上 看出你是原住民还是不是原住民 也没有办法从健保卡或是你的身份证上 认定你是原住民还是非原住民 因为健保卡跟身份证上都没有任何注尽 对于55岁以上到65岁以上的原住民的话 请你务必要带我们的户口名簿 因为只有户口名簿上可以证明你是原住民 所以在这边很抱歉 虽然说让你觉得很不方便 让你觉得忘掉等等什么 很不方便 但真的请你务必带 如果你不带 很对不起 我们是无法由身份证 健保卡或者外观认定你是 所以就表示如果你没有带 你就自己放弃 领取这些卫教品的权利 我们不会给你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